大批川普根本没拯救美国制造业 反而失败 贺锦利4号在汽车工业重地密西根州造势 对川普的竞选语言火力全开 指川普若当选将对工会开刀 也大批他的经济计划 密西根州堪称美选关键州 赫锦利团队更请来同事密州人的美国之栏 退役传奇求新 魔术强森展台 他呼吁选民要跟墨西哥一样 选出美国史上首位女总统 赫锦利阵营找名人助阵 川普则是连跑两州 其中包括最近才刚遭受 巨风海伦肆虐的乔治亚州 川普当然借机开呛拜登政府 而在北卡罗来纳州的造势场子 针对中东局势越演越烈 川普也再酸拜登 甚至直言 以色列该先打伊朗核设施再说 川普紧接着5号 还要重回7月13号 遭到枪击受伤的造势地 也就是兵州 川普当天也会致敬 当初在枪击现场 遭榴弹波及而不幸丧命的消防员 美国大选倒数一个月 赫川攻击火力 也越来越强 民事新闻林玉贤 赫川普报导